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机倒是不少 也枉费你 抬举我 可如今我一无权势 二无恩宠 没有什么可帮得了忙的 你走吧 姐姐能帮上吗 姐姐可以请穆大人出面 穆将军位高权重 取良官员 无不忌惮 你疯了吗 你我素敌多年 我会为了你去求我哥哥 不是帮我 而是帮王爷 休公子已经和方家结盟了 若不极力制止 必定成为王爷最大的敌人 取良最大的隐患 那又如何 你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吗 这么多年 他一直把你捧在手心里 你当然不知道 在他身后花团锦簇 却唯独不堪一人的滋味 如果王爷不再是王爷 未成不是一件好事 那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 也不会有这么多讨厌的女人纠缠 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 从前的你 竭尽全力帮王爷夺取 你不惜一切 将我从吕北义手中夺走 你根本不在乎 他身边有多少个女人 从前你 从前我未曾在别人待过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你棵小树已经郁郁苍苍 梦啊狗啊早就老死 人的说明为什么可以这么长 十六年 他的应容相貌 一拼一笑都已经模糊了 十六年 尝到我们以前的恩情 似乎都不曾发生 在别院的时候 他不在身边 我就想出一个他 在寒冷的冬天 对我嘘寒问暖 在姬西的长夜 陪我粗息畅谈 我总是不断安慰自己 是因为我不在他身边 他才忘了我 可是现在我回来了 他却不曾见我一面 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那个我想象出来的他 和当了王爷的他 都一起消失 是 休公子和方家勾结又如何 成不成大患又如何 你走吧 别再回来了 如果我有一个敌人 那个人便是你 姐姐 你真的认为 我若不在了 你就能得到王爷吗 王爷知道王妃的所作所为 却还是专程被他用膳 姐姐错了 在王爷心里 最重要的 已经不是我 而是曲梁 王爷 班部新政没这么容易啊 禁凭王爷 一道命令嘛 咱们好歹也是曲梁的官员 连议事都没有 就被晾在一边 王爷 您下道命令 就是拟定细则 全面实施啊 真是草帅 草帅呀 何止是草帅呀 更是冒天下这大不韦啊 我们要见王爷 我们要见王爷 王爷 我们要见王爷 我们要见王爷 王爷 我们要见王爷 连侧妃 众位大人 王爷病了 病了 这 这怎么会病啊 什么病啊 这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病了 这 就这么巧 谁说不是呢 病来如山倒 难道病得很重吗 重 恐怕得养些时日 才能和众位大人议事了 急了 这能是什么病呢 是 连侧妃 王爷不会是在装病吧 王爷 就算救治有所弊病 使得官员恒征暴敛 可加强管制也便是了 能擦点药就治好的病 何必非要砍腿断壁呀王爷 是啊王爷 王爷 蠢 真是蠢 那些官员没被问罪 就自杀抗议 可想而知里面藏了多少秘密 足以证明这个救治之弊 能够被人利用 疑惑无穷 他们会说 这只是王爷猜测而已 本王已经派慕天书去严查 等自杀真相水落石出 自然就能够堵住他们的罪 可惜 人全都死了 要查到什么时候啊 报王爷 刚又查到一名涉案官员 他没有自杀 而是跑了 刚又被抓了 当真 尚德山多终于哄我 这么多年才起波澜 你是不错了 夫人 这郑大人可握着您的 他现在落入王爷手里危险至极 您需要早些想个对策 把这个交给沈静岩吧 是 您慢点慢点 慢点 小心脚下 别动我 慢点 公子 没罪 放开我 夫人 奴婢都敢说一句 放开我 夫人如今愚困 若是将一切告诉公子 有公子相助 或许会有转机 罢了 我一人涉嫌便好 不要再连累他了 我已亏欠他多年 就还他一个简简单单 无忧无仇吧 还是不肯招 已经动了两次大刑 一个字也不肯说 王爷 是 只有这一个活口了 不能再打了 先伺候好酒好菜 明日本王再亲自审他 是 等等 多派人手 寸步不理 是 王爷是在担心 有人想灭口 活人再难开口 终究也是早晚的事 可死人 却不同 郑大人这条命 时时刻刻都有人盯着 从今日起 他的饮食起居 都得慎之又慎 保证万无一事 来 妾身见过王爷 妾身见过王妃 不必多礼了 王爷一病多天 也是妹妹来照顾的 妾身炖了一些滋补的汤 给王爷 本王并没有病 只是装病几天罢了 王爷身体无碍 即便妾身白熬了汤 也是高兴的 妾身知道 王爷还生妾身的气 妾身 从前确实有许多过错 可是尔格问斩之后 妾身心有愧疚 日夜难眠 妾身刚才听到王爷 为郑大人的安慰而担忧 我 妾身愿意亲自准备饮食 为王爷分忧 饮食交由女眷负责 倒是稳妥 可无需王妃亲为 莲侧妃 王爷 这件事就由你负责 是 姐姐的病怎么越发严重了 这衣冠开的药毫不见效 这药太苦 我不想喝 不喝这药怎么行呢 凉腰苦口啊 姐姐 没想到 你我斗了半生 如今唯一关心我死活的人 竟然是你 你 若非穆大人注意公子荀的工匠 父亲恐怕 如今姐姐有急 我当然得来看看 都过去了 不提也罢 知悦 这参猪汤啊 倒是可口 对心肺之症也带有益处 来 姐姐 趁人喝了 我没胃口 以后啊 你只管为郑大人送饭 不用日日 专程来找给我送汤 这苦口的不喝 渴口的没胃口 姚姐姐 你这是连命都不想要了 命 这一辈子啊 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即便有 也都是昙花一些 活几年如何 多活几十年 又能如何 昙花一现 姐姐指的是王爷 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 最好的光景 就是在工资点头三年 靠着那三年 在别院活了十六年 所有的美好 都变得黯淡了 黯淡 我自己也记不起 淡淡 淡淡自己也骗不了自己 好 婚姻十暗淡了 但还可以有心的 如果日子 险暇输来 便可以 约上叫好的姐妹 旅腾竹以 鲸善清茶 不也是最美好的光景 澀妃 再不给郑大人送饭 饭就要凉了 我先去给郑大人送饭 一有闲暇 马上就来看你 等等 送了别人的东西 怎么还好要回去 以后 你带来的汤 我会喝 那些苦口的药 我也会喝 我可不想 以后在你所提到的光景里 一直口口不停 你 也 颜测飞 爷姑娘 爷姑娘 燕姑娘 你怎么了 燕姑娘 你怎么了 燕妹妹 你醒醒 你醒醒啊 芝月 快去找医官 是 姑娘 姑娘 怎么被病得这么厉害 方才 同姑娘一起出去散步 走了一会儿 姑娘就说不舒服 本想着回来请医官 没想到 突然间就这么着急 要是姑娘她有什么事 该怎么办呀 不许胡说 已经去请医官了 不会有事的 我先去送饭 去去救回 这里麻烦姐姐先照看一下 您放心去吧 这儿有我 姐姐 姐姐 姐姐不要走 我在 姑娘今日 十分思念大小姐 常说 若是有姐姐的照顾 今后 也不必如此孤单了 姐姐不要走 好 阮云 奴婢在 你独自跑一趟 切记 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 是 夫人 也不可以交给任何人 我 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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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这情真的是糊涂了 那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能给丫鬟去做呢 醉刘 把那盒饭拿上 我亲自送去 是 怎么了 你不愿意 幸好遇见王妃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汤忘记拿了 我现在就回去去 怎么样 颜姑娘的病情 十分奇怪 又急又乱 相重相撞 怎么会这样 先看副药房吃吃看吧 不好说啊 好 醋飞 奴婢方才遇到王妃 她说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交给一个丫鬟做呢 要亲自去送 奴婢想着说 就撒了个谎就跑回来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既然这样 我就去送饭吧 你在这儿照顾她便是 姐姐还在病着 不可操劳 送顿饭而已 要不了命的 如画 走 夫人 快去接药 是 芝芳 快去打点热水 是 你怎么来了 王爷 妾生来送饭 怎么是你来送饭呢 莲儿呢 莲儿怎么了 王爷放心 莲侧妃没事 是刚才 是刚才 颜恩姑娘突然晕倒 莲侧妃 就去照看她 所以耽搁了 辛苦了 你身子不好 多休息啊 多谢王爷 不幸苦 切身告辞 夫人 没事吧 夫人没事吧 呀 郑大人 王爷 胃口不错啊 犯同样的案 别的官员 头颈的头颈 悬梁的悬梁 唯独郑大人 选择逃跑 还这么有恃无恐 该不会是 有什么护福吧 那不对啊 既然有护福 为何不肯招呢 郑大人 坐坐坐坐 好 谢王爷 郑大人啊 本王与你相识多年 也了解你 平时就不是一个坚真之人 哇 这一次 连大刑都受得住 到底是什么 让你如此害怕呢 家人 本王猜对了 家人 那么多人宁可一死 都不肯来见本王 想必呢 是知道幕后之人 心狠手辣 不肯放过家人 是知道幕后 我并不兴认识